欢迎来到我们的产业文化馆 那来到产业文化馆前面呢 首先呢看到我们这个白色的雕像 就是我们的雷主 他呢就是我们的皇帝的原配 最早期啊大家知道 中国人非常好客 那客人来呢都会泡茶给客人喝 那雷主呢喜欢摘上养蚕 他就会有 他养了蚕宝宝之后他结了茧 有一次客人来 他不小心呢 把我们的蚕茧掉到温水杯里 后来发现他竟然可以抽丝剥茧 于是呢他就教大家摘上养蚕 这个一个是个历史的典故 他是皇帝的原配哦 也就是我们的雷主 据说呢他活了将近一百岁 哦就是意外的发现 那个蚕茧变成丝就对 对所以呢他就教大家摘上养蚕 所以我们封他为蚕神 好现在呢走进我们的产业文化馆 其实呢这栋产业文化馆 最早呢是蚕丝剪定工厂 大家知道早期呢 蚕业非常兴盛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出口的整个蚕丝的检定 都是在这里 那可是呢整个产业没落之后呢 蚕业文化馆呢 整个蚕丝检定厂呢 就整个就要结束 可是希望把我们的整个产业的文化留下来 希望把一些曾经使用过的养蚕的一些器具呢 保留在这个蚕业文化馆里面 这个馆呢也是目前全国唯一产业的馆 那目前苗栗呢 还有一个全民农场 但是呢整个属于研究机关 就在我们的整个台湾产业文化馆这里 那首先呢一个进门 我们可爱的蚕丝宝宝呢 跟大家问好 那来到产业文化馆呢 首先呢 我要一定要跟各位介绍这棵树啦 这棵树呢它绝对是假的 不过呢看到五颜六色的树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蚕丝利用树 那为什么我们希望打造我们蚕业第二村 要如何活化我们的蚕业呢 我们有一些蚕的新用途 在这棵树上呢 十一柱形都有 大家可以看到从我们的洗发精 化妆品 甚至未来的人工血感 人工皮肤 甚至我们的导尿管人工剑 我们都希望利用蚕丝来做在这些功用 大家看绿色的部分就是已经实用化了 那粉红色部分呢是实用化研究中 蓝色部分是已经在研究中了 那目前呢很多的化妆品啦 像某某颗的广告就已经有利用蚕丝 大家知道吗 蚕丝其实是一个很长的蛋白质 它切成不同大小的分子 可以做成不同的功能 十一柱形里面都有 那可是这只有蚕丝哦 那蚕丝里面还有一个蛹 蛹呢我们结了虫草树之后呢 还可以做成东虫下草 我们称为北东虫下草 它的虫草树呢 其实不会低于我们原生的东虫下草 好接着我们带大家走进 我们产业生态展示区 为大家介绍基本的蚕 相信大家呢小时候呢都养过蚕宝宝啦 那也对蚕的一生呢 不知道有没有概念 那大家应该知道从蚕丸 蚕宝宝从蚕丸一直到蚕额 它的一生大概50到60天左右 那它每一个阶段呢 我们都有它不同的凌晨 我们用它不同的凌晨来命名 大家知道吗 我们数是怎么算年龄 数是用年轮来算年龄的 可是我们蚕宝宝怎么算年龄呢 它呢大概整个几天之后呢 它就会睡一觉 睡一觉脱一次皮 长大一寸 它就会称为就一凌晨呢会睡一觉 睡一觉照起来呢脱一只皮又多一睡了 蚕宝宝就是用脱皮然后睡 然后算年龄的 那它整个过程呢 它会睡个四次之后脱皮之后 然后变成结咏 或变成蚕额 它的一生呢大概60天左右 好下面还有这个模型可以看 这个模型 但这是放大的模型 因为如果这么大 大家会以为是吓鼓的那种 会吓到 吓死了 好那本厂呢是唯一产业的研究机构 也保育了136个品系 我们目前呢就我们的总员库 有136个品系 其中呢包括很多种 形形色色的家产 所以我们小时候养的到底是哪一种 我们大部分养的 应该是形蚕白色的 小学生好像一定要养 形蚕或者是鸡蚕是最常养的 前面两个 那这几年呢 因为在去年 大家看到我们的四大金刚之一 就黑稿蚕 就是我们的黑旋风 长得像雨伞结的 那还有它剪的颜色也会不同 形状也会不一样 不过呢通常呢 我们刚刚讲的很多产检化都是染色的 不过我们现在有一种就是黄色 黄色大部分都杂交到印度总会带点黄色 那就是天然的黄色 好那接着走进来 好实际看一下我们的蚕宝宝 那我们这边这一区呢 是供给大家看活体的蚕宝宝 那这个就是我们大概一龄蚕左右 所以很小是不是 我们都看不到 对 所以呢它的叶子必须切片让它吃 哦呦非常的小只 好一龄蚕 啊这个就雨伞结 刚刚讲的 好那呃因为它这段时间呢刚消毒完 所以蚕的数量比较少 要不然它会养着整片 这个是我们的鹅 它现在正在进行交配 那这是蚕卵 哦屁股对着屁股就对 那我们通常在它蚕卵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框起来 它最后就会变成一个蚕的蚕 蚕蛋就会一个圆形 所以这样是比较好照顾是不是 不要让它乱蚕 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以前养蚕用过的一些器具 我们就会保留下来让大家参观 那这些就是我们蚕检上出 这些都是这些会介绍一些 采检的一些评定的标准 因为我刚刚有跟大家跟你们分享过说 我们这本来是检定工厂 早期检定就是必须要经过筛选 采检的好坏 因为呢 蚕蛹 据说蛋白质很高 里面的蛹 我们也可以来接东虫下草 不过中国人是非常爱吃的 他们呢觉得它蛋白质营养成分很高 有些人就会把它拿来取出来吃 可是呢取出来每一颗茧都要削开来 对不对 又怕削伤了 受伤 让它受伤 然后而且很费工 所以很多发明呢都是懒人发明的 于是后面呢 他就想说我可不可以让蚕宝宝吐在一个平面上 像这张照片上就是平面茧 他就让蚕宝宝吐在一个平面上 蚕宝宝吐是有个特性 他会往上吐 然后于是呢 蛹就掉下来直接捡起来就可以 就不用削剪了 也不用经过抽丝这个步骤了 那平面茧就可以直接来多元的再利用 那后来呢发现平板式的效果没有滚筒式的这么好 于是我们专家呢又设计了这个滚筒式的 滚筒式的 让蚕宝宝吐平面的方式 让它在滚筒式上涂茧 所以一滚就掉下来就对 没有它会一直往上涂涂 那其实我们专业人员专家他非常清楚 看蚕宝宝的外形他就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换一支了 他已经没有撕了 那蚕宝宝其实很爱干净 他只一生只吃一个东西 好就叫我们的商业 那所以呢他也他会把它排干净之后呢 才会吐湿哦 那通常一个产茧呢 大概1000到 甚至700到1500公尺都有哦 好坏抽湿出来 长度有这么长哦 那这以前用的竹茧机 因为我们的茧的外面呢 一定有一些丝胶 丝胶要把它煮掉 所以这以前曾经参与过我们风华的水 也不过现在都没有再用了 变成古董了 那这个一粒烧丝机 这个机器呢 就是测它长度的 整个抽丝剥茧 这个整个动作就叫烧丝哦 那我们通常呢 会把我们的这个产茧呢 加温哦 加温之后呢 它煮软之后呢 我们要找到丝头 找丝头呢 我们就会用这支扫把 会用扫把找丝头 找到丝头之后呢 哎 我们就把它缠绕起来 那我们就有计数器可以测量 好测定产丝的长度 这个动作就叫做烧丝哦 嗯 那这叫一粒烧丝机 当然呢 这就是试验用的 因为如果你大量使用的话 这个动作太慢了哦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作为试验用 测定蚕丝长度的 那右手边也可以看到 我们一些产茧花制作的一些作品 可以做成一些可爱的动物模型啊 然后我们的花朵啦 甚至花树啦 我们也现在也做一些胸花 那这些都是以前用的一些器具 那我们呢 正前发两部机器是以前 呃 在检定时用的 唯一没有拆掉的两部 因为我们想保留下来哦 那其中有一部叫连续烧丝机 就是同时很多的扫把同时找丝头 同时拉我们的丝线 就比较快速哦 对对对 就是大量生产用的 我们接着上我们的二楼 介绍一下我们 呃 产业走过的一些 整个历史痕迹 哇 你们这个产业馆 感觉很有中国风哦 对啊 那这个三个馆里面 这个馆也是最早 二楼呢 就是介绍我们产业的大事迹 刚刚在门口也看过我们的雷柱 从其实产业呢 从皇帝时代就一直一直到现在 一直延续下来的 那其中有半个产检呢 在目前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增长 是山西省下县最早出土的 一个最古老的产检 就是考古挖出来的 对对对对 好那早期的思路呢 其实就是运送我们的产丝到西方 早期东方的丝 产丝的是比较兴盛的 所以有这一条思路 其实以前的防疫检疫啊 不会比我们现在 也是比我们现在一样 这么严格 早期呢 产检 产总是不能外带到西方去的 可是大家知道以前有很多 和亲政策 很多的公主呢 和亲到西域去 可是他们思乡情仇 他们还是想要养产 于是呢 古代有很多法剂 公主都带法剂 他们就把产卵藏在法剂里面 带到西域去 所以呢我们在猜测说 也许那个时候就开始把这个产种 移到国外去 所以西方开始有了产丝的产业 我们在怀疑说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那古书上也有一些记载是这么说的 其实在台湾 产业的心声要感谢两个人 就是我们刘明传先生跟林伟源先生 那个时候他们在台北的大稻城呢 大量鼓励大家栽商养产 所以有了现在呢 后期整个台湾产业的心声 那整个产业的历史 从我们的商苗养城所开始 就是早期呢 是在我们台北的公馆 也就是我们产业改良厂的最前身 这是他的一路走来的一些经历 那橱窗上摆了一些 早期的奖状啊印章啊 整个产业的一些记载的一些资料 可见可以从这文献中知道说 早期在台湾是 产业是非常兴盛的 那当然现在呢 整个劳力工资的问题 所以整个产业整个是没落 那我们现在刚刚在楼下看到 就想要活化我们的产业 就是把产呢 除了抽丝破剑做蚕丝被 蚕丝内衣库之外呢 还有很多在生物技术上 甚至日常生活 医学上可以应用的话 那会鼓励更多的年轻人 回来摘上养蚕 活化我们的产业 那我们也陆续会开一些班 希望呢 让一些年轻人呢 开始来 挥流来摘上养蚕 那接着过来呢 走到我们产业技术演进区 那这些呢 就是把我们以前保留 以前曾经用的饲养器具 甚至我们一些照片 都把保留下来 早期我们是有推行 政府推行一个 智蚕公寓的一个政策 智蚕公寓是什么呢 就是把产宝宝养到一到三菱 因为产宝宝一到三菱是最难饲养的 到三菱之后呢 再分送给农民去饲养 后面呢 四五菱之后让农民去饲养 他们就会容易 比较容易养 就像我们现在托儿所的概念 就是一到三菱先把它托儿固养 养到身体强壮抵抗力强壮 再分送给农民 那这左右两边都是以前用的一些 摘上养残的器具 其实呢 你看你会发现说摘上养残的器具 从一开始手动到机械 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先进 越来越节省人力的操作方式 目前这些机器呢 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找不到了 大概只有我们这边才有 早期产宝宝呢 也是用这个草醋让它节俭 可是发现呢很费工 每个剪要剥下来 于是呢又开始发明了这个 一个一个 对一个一个 我们就有设计了裁剪机 一个一个的话 那裁剪机它就直接用机器裁剪下来 可以省工省力 好 特别介绍这个摩额肌 这个摩额肌 这几台摩额肌 为什么会摩额呢 因为我们产宝宝 它会生一种病叫微粒子病 那微粒子病呢 它小时候不会死掉 可是它在四五零 它就不节俭了 可是农民啊 哎 养的这么辛苦 到四五零不节俭 不是功亏一亏 前功尽弃了吗 于是呢 我们就设计了这一套 我们就在额的时候去检查 它有没有微粒子病 如果发现那批额它有微粒子病 那产下来的卵呢 我们就从卵就开始把它淘汰掉 就是有点优生学的概念 那就比较不会说我们的成本下去了 才发现它有微粒子病 带微粒子病 然后呢 不会节俭 那它就是浪费了很多的人工跟金钱 顾名思义它是真的把额放进去 然后磨碎 对 然后进检 那在我右手边呢 瓶瓶罐罐 大概有136个品种的蚕宝宝结的检 其实远远看 你看起来都一样 其实你仔细看 大小形状颜色它还是有差别的 就是100多种蚕的品种的检就对 对 其实我们蚕宝宝刚刚讲 它是最爱干净的 所以蚕室的消毒是非常重要的 早期是用伏马林消毒 可是现在伏马林已经被禁用了 它用其他的消毒药具去取代它 其实蚕宝宝真的是非常干净的一个昆虫 这个智种架就是我们放置蚕种跟蚕卵的地方 因为大家知道小时候如果养过蚕 你会知道说蚂蚁会去吃 所以小蚕或蚕卵 我们就会设计了这个智种架 那我们蚕宝宝吃的食物非常重要 我们早期呢 台商一号 台商一号呢 是我们从商术中选出的一个优良品种 可是后来呢 我们又继续的育种 育出了台商二号跟台商三号 它们差别在哪里 台商二号三号 它叶片比台商一号还大 所以它的叶片大呢 我们产宝宝吃的食物就会更丰富了 那当然呢 我们商苗的一些管理也会在这里做介绍 像果商 那这个果商呢 跟刚刚叶商不一样 刚刚那个一二三号呢 它就是专门产业 我们的商圣呢 也有果商 果商呢 藏果商 味道比较甜 通常呢 成熟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鸟来先吃了 嗯 就桑树的果商 对对 还有另外一个锤枝桑 它是可以做庭圆造景的 这是桑树栽培所用的一些器具 那当然桑树会生病了 我们研究人员有做一些研究 希望怎么去防治它的病虫害 其实早期蚕食的制品啊 有这张图可以看到 从产检到植物 整个加工过程呢 越多 那它的价格就价值就越高 但是早期蚕食都是来做这些领带啊 布匹啊 那现在呢 我们的蚕食刚刚讲蚕食一个很高的 分子的蛋白质 它可以做很多很多功能 现在很多的生物技术公司 都把它萃取蚕食蛋白 嗯 然后做不同的功能 好这些都是早期检定用的器具 早期蚕食出口 都会测它的扭力拉力真的出细 这些都是他以前用过的一些器具 介绍完我们蚕食加工之后 来到蚕食的艺术区啦 这边呢就是蚕食做的圣子 上面呢是满纹 看起来是像清朝时代的 那这也是很多一些收藏者呢 提供放在我们展馆里面 那早期啊古时候呢 当官的人才可以穿蚕食的衣服 因为蚕食的制品呢 它光泽度非常好 它有稀释性也非常好 不过现在每个人都是当官的人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 只要去买就可以穿蚕食的衣服了 好那从古代到现代 现代呢有增加了平面剪之后呢 它对于蚕食艺术的创作呢更多元咯 好那有平面剪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的做画啊 好甚至我们的花朵 还有做成我们的衣服跟艺术品 甚至我们的蚕食呢 跟文创结合 还有了做蚕食球 好特别介绍这颗子母球啊 这颗子母球呢 就是我们本厂一个同仁刘先生他做的 这个是有专利的 你看那子母球它是内外两颗 里面是一千头蚕宝宝图的丝 外面那层是三千头蚕宝宝图的丝 然后再把它做上画 这颗球的价值啊 因为它是有专利 它有申请专利的 那曾经呢在香港珍藏天下 邀它去展览 那蚕食子母球呢 是比较特别珍贵的一个艺术品 目前只有可能只有我们馆内有珍藏 那一些蚕食的衣服 那日本人呢 非常钟爱的蚕食制品 日本的和服 像这一套大概就十几万 目前呢我们馆内 这一套和服算是价值 前三名的一个东西 那这旗袍 发现它的光泽度非常好 蚕食就是有这样的特性 那目前呢整个产业的机构呢 在我们有做记号的范围 就是目前有养蚕的一些地区 大部分都是在东南亚地区 不过现在呢南非那边 已经有人开始摘伤 但是还没有养蚕 他们开始进去摘伤 蚕食的一些收藏的珍藏品 那不同的国家 它所做出来的那些东西呢 它带的艺术文化的颜色图腾 也都不太一样 好 还有一些世界 喜欢集邮的人啊 有世界产业的一些邮票 那目前呢 在1996年我们也发行了一套 叫天宫开悟的邮票 关于蚕食的有一套 那其实呢蚕食啊 蚕宝宝一生都是宝 它的很多作用 它的桑树的桑根 大家听过桑根白皮 它是有美白的效果 桑根 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叫蚕的利用 楼下的那棵树呢 是蚕食的利用 那你看这只蚕在中间 我常常讲啊蚕宝宝 我们一生都是宝 你看它从蚕卵可以做中药用 蚕食蛋白可以吃 蚕食的纤维呢更多的功能 食衣助行 手术的缝后腺 各个的化妆品啊都可以用 它我们的蚕咏呢 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但是它有油脂 那早期呢 前一阵子啊 大家油品有出问题的时候呢 苦茶又卖到不行 那时候我就想说蚕咏 是不是也可以取代它 不过它数量比较少 那蚕碱呢更很多的 可以做一些工艺品啊 可以抽出一些丝蛋白 它的蚕额可以做成激素 它蚕退就是蚕脱下来的皮 也可以做中草药用 平面碱还可以做化 白姜蚕 当蚕宝宝生病的时候呢 我们有种蚕叫白姜蚕 它还可以把这个姜化 白色的这个蚕体啊做成中药 它有中药的疗效 那蚕宝宝的蚕体还可以做医学用 我们跟家卫所也合作 我们用蚕宝宝做载体 然后生产了猪瘟疫苗 不是现在流行的非洲猪瘟 是一般的猪瘟疫苗 我们已经跟家卫所合作 已经成功的研究出来 猪瘟疫苗了 就是利用蚕宝宝做载体 蚕宝宝呢 黑黑一颗颗的 据说呢有一些功能 但是呢 现在食品管理法已经成立 我们不能宣称疗效 那蚕杀可以泡茶喝 那卵壳呢也可以做中药 卵还可以做中药 所以我常常说 蚕宝宝一生都是宝 它从它的卵到大便都可以使用 所以五千年的文化它不是盖的 那你看所有的昆虫里面 我们就只有称蚕是宝宝对不对 所以它一生都是宝 五千年文化不是盖的 那蚕杀文化馆就介绍到这里 欢迎大家有空来到蚕杀文化馆